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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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视频就上一个删掉了 原因就是第一个 我这个录片软件跟我 快捷软件的应该是 Wino的快捷键冲突了 所以呢就导致了 我就那个我现在就这个视频 我就重新做这样子 就对省事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 就是那个我建模方法有错 上一个就是干脆就是 呃因为我建模 时候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 那现在我就一边讲 然后一边就那一个 呃演示一遍就是说 应该是怎么样去建 因为那个装可能比较困 然后比较急这样子 然后那个方法反正大家就把它忘了 所以我干脆把它删掉那这样子就 呃对免去了很多麻烦 好那这次画我们不用画整个块 我们就画整个线就可以了 然后画整个线了以后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线给 对呃对还是那个 怎么讲就是 对啊锁定 锁定了以后对 我们把这两个剪剪 把外围的这些多元的线给剪掉 啊这保留那个主要的就可以了 呃 嗯 OK Ctrl C Ctrl V 对吧 呃 然后 啊其实也不用Ctrl V 这是镜像吧 好 刚刚多余的Ctrl C Ctrl V 我键盘上面的这个 然后给那一个 删掉一下 然后在F10 打开一下控制点 打开了以后 那我们把这两个地方给 那个 对 Middle 对 呃 挪动一下 然后这时候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 打一下这个圆角 哇 怎么这么打 打个1吧 1也太大了 1.5 OK 反正这个圆角不用看我那个数字多少 你们反正自己倒倒的时候 跟这个图差不多 那就OK了 好 那就这样 好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 这时候这个脚 我们就直接一根线过 就OK了 反正就是 我们可以先把它穿过去 脚这个部分 脚这个不用管它 再下来就是这个 好 那这个就OK了 对吧 那我们前面这个线算是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我们需要这样子 这个线 我们还需要 我们这时候把它拉伸一下 我们不要Sonic Body 对 打开 那上面这些突出了 这个就我们这个细节 我们不要不用去 不要去那个怎么样讲 考究它了 好 好 那这个线 这个图是这样子 那首先这里斜上去 我认为应该是坐上去的时候 那根杆 这样子 呃 所以呢 这个 反正这个角 我们先不用管它 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下面这个底板也是 这个线 我们把它收 好 那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这里我们就 这根线 我们是平拉过去的 上面没有问题 但下面这个是写下去的 呃 我觉得我读完三四图 那个三四图好像这个地方写下去 然后它是做的 我觉得这么理解 应该会比较像一点 好 那一个我们这时候就这样子 抽取结构线 对 整个线 哎 不是 好像不太行 没有关系啊 反正还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线 我们还没有倒脚 我们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 不应该倒脚 但是 对 刚刚那个皮面图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把它倒了 OK 我们还是这样子 呃 把这个部分 这样 好 看到了 就是我把它拉过来这里了 刚拉过来这里的时候 然后我们 把这个 你看 就 有没有同学知道怎么取消这个控制点 我不想一按它就有这个控制点 就是我不知道它在哪 就是这个新版本 这个功能 说实话 真的很 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 真的很不喜欢用这个功能 呃 这个地方 对 OK 那这个下来 我们先把它拉上去 呃 然后从 right view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有了这条线 对吧 呃 这时候只能这样子 我们重新把它画 画一下 对 对 这样子 然后再 对应过去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样子 就是 我不想一按 然后就有控制点 不太习惯 因为我通常 呃 我自己很少这么画 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因为一直用我是这么用 然后 因为有时候软件也很多 不太愿意说 再去重新适应 去改变 那个自己的一个软件的习惯 好 那这时候又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线又出问题咯 线又出问题咯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拉到这 拉到这以后 一样 Apps 我喜欢这样子 需要的时候再点开 没有需要的话 就不要那个 帮我开这个功能了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多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两条线 对吧 好 那这时候下面的这条我们也有 对吧 我们就直接定在 把下面那些地方都给那个 好 把那个定在这吧 可以吧 定在这以后 我们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了 上面下面也是 那个隐藏一下还是一样 然后我们这样子 对 这就会导致那个上下线有个地方不一样 没错 这就是让它不一样 没有关系 好 选上 连接 然后倒角就按着刚刚那个来吧 直接就是 0.5 就0.5吧 你看 直线的话 它肯定是可以倒角 这么的话就是说 尽量把你自己的步骤去减少 这样子画起来也比较安心一点 啊 好 那个再下来以后 这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线稿 那我们用这个线稿 然后来画一下 一 啊 不好意思 那这样子再爆开 然后这两个线线隐藏一下 再把它连接一下 对 这个 有时候操作可能有点快 但我觉得应该 看到现在了应该操作都能跟得上 好 那这时候已经OK了 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三个的一个需要投影的面 我们已经有了 再下来这时候就很简单了 对 就是拉这样子一条线 当然这时候要是要开一下一个Near 然后这一边也是一个Near 那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画 故意画出去一点 这次是故意画出去 就画它的一个下面 然后再这样子给按 对 走上去 然后这边也是 故意画 这次这边这个的话就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对 对 就这样子 这个板的这个地方下去 就是说我们让它有一个贡献 上下两根都是一个贡献 但是 贡献 但是又不 超出它这个范围 对 你看到就是说 我还是在它的一个线上面 懂吗 就这几个它是连在一起的 好 然后再下来这时候出货线问题 因为上次图没有对视上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说有些地方自己去进行修改 OK OK 好 然后 来说这个线 那这个线 那这个线我们这次不要管它了 你看就是每次拉这个线 就是说各种的 那个非常头疼 这是 经常拉线的 就是说 嗯 反正就是弯路就是说 现在线 功能感觉就是越来越弱了 开始 还是说 也有可能是什么 我用Sony West 用慢慢用的 用的比较多 有这个问题 好 那这些的话 反正没有对视 没有关系 我们就投影上去 影响不是很大 好 这个板不是 投影上去 一 第二个 二 然后第三个 你看这里 我是直角的 但投影上去 由于超出了 它自动帮我转成圆角 好 那这时候这些板 我们都隐藏一下 然后这些线 我们都隐藏一下 Vinyl的话 不用太纠结它那个线的一个 那个什么说 线的一个 粗细大小 懂吗 就是说它的一个大小 不用太在意它 好 然后就这样子 那个 前 前面一开始 拉面的 就用来那个 拉这个 投影面了 我们也不用管它 好 然后这时候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线 对吧 有这样子一个线 应该是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接上 好 能接上 还原回去 好 那就说我们证明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线 它是能连接的 能连接的话 就是 对 我们这时候这样子 连接一下 四条线 再加 0.5 0.5 正常焊接的话 肯定有点弯 有点曲 你们可倒一个小一点的角 好 其实你们先应该能看得到 其实就算是完成了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拉好一根线 不对 这里到这里 算end 对 好 那一个再下来 那我们正式算是 呃 正式等等的 尽量去 尽量去 就是说也是尽量去做到一个 比较规整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圆 反正就是看本身的数字多少 然后在那个 因为我通常就是 我先我不会管你说 你一开始多少 反正我就先画好 画完以后我再 原比例放大 就通常我会这么 就是Wino我追求速度比较多 Sony REST 我会追求很精准 但是Wino我一定追求 那个 这明显太粗了 就Wino我通常追求 就是说一次成型 最快的速度去表现 表达出来一个 最想要的东西 看一个效果 因为它转到工业器械里面 呃 不算是特别 就是特别方便的一套软件 它就是说 转到工业软 就是机器里面吧 有时候很多时候 有件面了什么 会出问题 所以通常我自己 弯了画完 我还是会用那个Sony REST 再画一遍 就是说我通常 我不会执着一套的古软件 但是对 我这件都去学会比较好 好 反方向 诶 方向这个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 经常没搞懂 也是 这个肯定是那边 因为它前面 刚刚这有个箭头 肯定是指 诶 再来一遍 它那个 可能习惯上一个那种 可以选那个Offset 然后现在 诶 诶 难道再来一遍 诶 往上才对吗 不对啊 对啊 这放三个出来 到底是 都不对 再来说应该是 ok 好吧 点个往外侧 行 好 那这时候上面的我们也完成了 对吧 那完成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我们这里 我们先把它 往前拉一点吧 因为没有对准嘛 我们现在这时候往前拉 往前拉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 诶 可以嵌进去嘛 好像不太行 对吧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 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样 偷懒的 呃 灵魂应变嘛 把这个 往内拉 然后 这个删掉 再这样子 诶 我点的是那个圆队 诶 你又看到了 诶 差不多 能牵进去了 就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有一点点 再调整 再调整 好吗 呃 然后再下来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一次的话 我们在上面 因为它前后不一样 那就不会在中间分 这样子 呃 这个圆 其实应该拿刚刚那一个 但是 时间问题 因为 你看一下时间麻烦 还是有点困 呃 平常 三半年 因为 这个真的是 算是兴趣 然后 做的 好 那一个 诶 有时候大家体谅体谅 非常感谢 当然感谢你们支持啦 OK 好 继续 我们再拉啦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看到对准了吗 呃 不要在太细的地方 好吗 呵呵 好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这里 我们把 这一个 我们直接画个圆柱吧 可以吧 抓到前面这个点 然后 在前四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画一下吧 可以吧 选一下呢 Direction OK 这个 你看到 就是它会自动圆着这个Direction去走 那我们就圆着这个Direction OK 然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好 可以了 那中间这两根你们自己搭一下吧 因为 侧面也没有显示 可以自己去搭一搭 然后我们这时候把这两个 给 复制一下啊 然后最后你们把该剪的剪掉 呃 该那个 就该剪 剪辑的剪掉 就OK了 不好意思 再来我再进下一遍吧 再点一下 就是说该剪的 该把 就是说口子的面给补了 然后进行个部位加剪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正常的话 呃 画成这样也差不多 为什么了 呃 你正常焊接的话 它肯定会这个一样 因为两个直径大小一样的话 它注定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出口 懂吗 就一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口 但是呢 呃 如果你把中间这个画大一点 那肯定没有 但是焊接的话 它都是那样子一坨一坨的 所以就对 那整个整体大概就这样子 比昨天那个快 就是说不敢说快很多 但是起码聪明很多 而且可调整的一个空间也比较大 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说了 就是说 呃 万能不能说两个 能不能两个面 就是说 对 这样子 呃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帮我分享一下 然后等会 好的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这监独 也不想不吝点 请不吝点赞 这监独 也不想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